当您在网络上遇到大量负面新闻时,我们可以怎么处理? 在您一生中,您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甚至同时遇到很多负面新闻。 例如,您从事医美行业,因为医疗过失而官司缠送或受害人向媒体爆料, 同时被很多家新闻媒体苹果日报、东森新闻、三立新闻、自由时报、又等联合新闻网等报道。 无论您遇到什么负面新闻,它都有可能毁灭您的名誉, 甚至被很多人关注、分享、转发到社群媒体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上谈论您, 还有可能被Google新闻、Yahoo新闻、Line新闻和内容农场转载。 所以,当您的客户、新客户、消费者和合作伙伴在网上Google搜寻有关于您的任何一切信息时, 这些负面新闻消息很有可能暴露在搜寻引擎结果上, 使他们对您失去信心,甚至取消原有的合作。 这就是负面新闻所存在的杀伤力,您应该要重视自己和公司在网上的名誉, 这样才能保留客户和新客户愿意和您合作。 在本文中,我们将说明,当您在网上遇到大量负面新闻时, 您应该用什么心态来应对它以及如何处理? 一、接受您的负面情绪接收负面新闻无止境的上升, 或许您可能现在感到绝望,但这些负面新闻只是过渡期, 您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根据北美ORM生育管理专家研究发现, 自己的负面情绪会给您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做出错误的决策, 所以遇到负面新闻时,不要硬碰硬, 这时您反而要维持原来的生活,做自己。 其实对抗负面新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情绪, 毕竟谁也不愿意在网上看到自己的负面新闻,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您必须勇敢地走出来, 多询问危机公关或生育管理专家, 听听他们怎么说,提供哪些解决方案。 二、重复接触负面新闻 很多人遇到负面新闻都会选择逃避, 但我们相信您只是一时的, 因为解决负面新闻的根本,才能排除您的心头大石。 如果逃避或冲动可能会导致您的胃、肩膀和胸口紧张而刺痛, 使您无法完成任务,长期压力, 消化问题和试税会影响您做出正确的判断, 您的大脑比您可能意识到的更有能力处理负面新闻, 所以您必须冷静思考, 您可在白板上画负面新闻数字状图发生时间。 原因?关系人这样就不会错乱。 三、重新整理您的负面想法好了, 您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消极情绪, 并反复反应出现在这个负面新闻, 该怎么办? 有时,重新定义您对负面新闻消息的看法, 可以帮助您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情况并改善您的整体视野。 虽然您不一定总能控制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情况, 但可以使用一种称为认知重构CBT技术 来改变您对发生在您身上的事情的反应, 以及观察情况的方式。 结果,将改变您体验它们的方式。 记录,在这次的负面新闻事件中记录你的想法, 包括你对自己的所有负面想法或自我限制的想法。 写下你的感受,如果你确信你会失败, 那是否让你更加紧张,或者你拒绝这个方案。 分析,在你的生育管理专家的帮助下, 检查你写的记录,以确定是否存在某些模式。 你可能会发现你在工作环境中没问题, 但是对那些负面新闻感到焦虑,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会失败。 正义,回顾关于你自己的想法并批评它们的准确性。 如果你写下我总是失败, 想想你在社交或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的时候, 找出几个例子,并反驳你写下来的想法, 替换用准确和肯定来代替那些被证实的负面想法, 而不是我总是搞砸了, 用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研究人员或我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来代替这个想法。 例如,我因为负面新闻失去客户, 而不是集中在您的角色中所做的错误, 导致您目前没业绩。 看看情况为契机, 尝试新事物, 创造性的探索不同的工作方案, 可能会是更充实。 四,学会克服逆境尽管几乎每个人都会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些挫折, 但有些人一生中比其他人更善于应对逆境, 有些人在第一关就崩溃了, 而另一些人则具有韧性, 可以在压力下保持镇定。 所以,如果您学会任性和克服逆境, 这涉及到您的思想和行为以及行动。 例如,一项研究针对那些学业不及格的学生, 他们发现由于缺乏资格而进入就业市场的机会有限, 通过教学生自我调节技能, 包括设定目标以及在不幸之后如何调整自己的道路, 来帮助他们从逆境中反弹。 他们将有能力做好生活并积极应对任何不利情况, 他们遇到的情况。 HORM生育管理研究表明, 撰写有关负面新闻的解决办法可以帮助您应对逆境。 五、对自己好一点。 最后,当您面对任何形式的负面新闻, 至关重要的是要善待自己, 照顾好您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在受伤的时候很容易忽视自己的健康, 吃得健康, 每天集中精力认真三顿均衡饮食, 尝试冥想。 当准备好应对负面新闻的时候, 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试图保持积极的态度, 而要进行正念冥想。 正念冥想能使您可以专注于当下, 从而消除了等待新闻的烦恼。 研究发现,即使您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正面的人, 冥想也可以帮助您驯服负面情绪。 预定按摩, 临床护理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亲人去世后接受手足按摩八周可提供一些安慰, 据报道指出这是对丧亲家庭成员有价值的, 早期的, 悲伤的支持方法。 所以当面对负面新闻时, 尽可能保持冷静, 保持镇定, 专注于当前时刻并认真呼吸是很重要的。